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志Talk体育 获取最新女排消息,请点击订阅 2023-2024女排超级联赛四轮比拼过后 天津、江苏、辽宁、上海不败今生 全胜战绩格外引人注目 本周六,苏辽女排即将狭路相逢 许多球迷纷纷预测五局火拼胜负难料 实在有点期盼,这场强强对抗 看看江苏的三叉戟,遇上辽宁的双翔炮 会是一场怎样的精彩分成的比赛 也看看江苏的少帅施海荣 对上辽宁的日籍名帅,吉田米鸣 双方你来我往,排兵不振,运筹帷幄 谁更神机莫测,用兵如神 说起来四轮过后 江苏、辽宁都是四战四胜零负,积十二分 胜负局十二一列B组前二与A组守卫的天津女排 都是新赛季排超联赛第一梯队 也大概率是未来的八强 就四轮比赛后看 全华班的江苏女排风华正茂 高举高打与高快结合战术紧密衔接应用 从发球开始冲击对手一传 同时利用出色高篮网不断篮防对方进攻 给予对手巨大威慑力 再加上吴孟杰、周叶童、唐欣三位新生代组成的三叉集 火力凶猛,势不可当 在二四号位狂轰滥炸 强攻与快攻多点开花 从年初的女排冠军赛 打到新赛季排超联赛 基本上贯穿全年 配合郁佳默契 如一把锋利的剑穿透对方层层封锁 令对手心惊胆战 加上两名日益成熟的优秀副公 万紫月、杨佳 强大的得分能力和篮防能力 在激烈的高水平对抗中显得尤为珍贵 一旦有效遏制住辽宁队强力外援米哈伊洛为奇 与武奇科娃的火力进攻 双响炮将成为哑炮 也为夺取胜利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与此同时 龚翔羽、凋零羽、尼飞凡等老将众志成城 以老代心轮流上阵 江苏女排真的是一派生机勃勃 因此从基本面看 江苏女排整体进攻和高篮网存在优势 但队伍一传防守还需加强 论全面性与对抗性 感觉江苏女排还是要略优于辽宁女排 而拥有保加利亚复工武奇科娃 塞尔维亚主攻米哈伊洛为奇两名外援的辽宁女排 在日籍主教练吉田米明推翻重建 悉心打造下 攻防体系更加连贯 篮防滴水不漏 不仅给辽宁女排带来了技术上的提升 更是独树一致的跑动和自信 类似日本女排的全面 快速多变的亚洲进攻套路 在达到整体提速后 进攻走快变相结合的路数 小球串联更加精细 一气呵成 为改变辽宁女排 一直以来进攻偏弱的窘境 本赛季新进的外援武器科娃 在进攻端具有较高成功率 同时具备比较强大的拦网能力 而主攻守米哈伊洛为奇老当义壮 在吉田米鸣手里焕发青春 虽然年龄已不占优势 但丰富的国际赛场经验 令他在排超联赛中如鱼得水 前四轮不容小觑 打出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地 手法多样的火力进攻 更成为辽宁女排的一大杀手锏 加上段放、孙海平、许家南 成文、孙小轩等一众主力并肩作战 辽宁女排与江苏女排的这场战斗 一定是一场恶战 两种不同风格球队交锋在一起 一定能撞击出绚烂的火花 天津女排迎战北京队 瓦尔加斯能否复出成看点 王云露强攻发挥引关注 天津女排之前已经以3比0战胜了北京女排 由于今年排超联赛实行主客场制 因此双方还要再碰一次面 这次交手瓦尔加斯能否付出 也是格外让球迷关注 瓦尔加斯的伤情现在并不明朗 如果她能在本周六出场 那伤病问题应该不大 如果继续缺阵 那瓦尔加斯的肩伤应该是比较严重了 天津与北京这场比赛的输赢 没有太大悬念 北京女排虽然也有拉扎列娃这样的强力外援 但是一传起伏太大 高举高打面对天津的篮网 拉扎列娃强攻下球也是比较困难 对于北京女排 个人还是比较关注王云露的进攻能力 作为中国女排的首发主攻 王云露一传 发球 防守都还不错 唯独就是强攻不下球 天津女排的篮网高度非常可观 王云露在联赛中进攻 仍然还是很拉胯的话 那她很有可能被吴孟杰所取代 女排联赛前四轮已经打完 复攻成绩榜排在第一名的 竟然不是国手王云云 女排联赛前四轮已经打完 排在主攻成绩榜第一名的是江苏女排队员吴孟杰 天津女排队员李盈盈排在第二 四川女排队员妙依文排在第三 复攻榜成绩已经出炉 排在第一的是 竟然不是天津女排主力复攻 国手王云云 而是上海女排主力复攻 国手高益 辽宁女排外园武奇科娃 排在第二 王云云区居第四名 深圳女排的刘泽宇排在第三 江苏女排主力复攻万子月 排在第六名 广东女排的张凤美 排在第五名 江苏女排的另一名复攻杨家 排在第十二名 天津女排的另一名复攻 紧随其后排在第十三名 天津女排两名复攻 王云云 张士奇之所以排名 不在球迷的期望位置 或与天津女排打一点攻有关 当然 未免冠军天津女排的表现 是引人注目的 不过球队的佳绩 却被一位重要的球员缺席所掩盖 那就是袁新月 这位一度风投无两的得分手 在过去两个赛季中 几乎未曾为天津女排亮相 令球迷和媒体对她的去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袁新月的缺席并非首次发生 早在上个赛季 她就未曾代表天津女排出战 有关她缺席的原因 外界众说纷纭 有人猜测她或许饱受伤病困扰 但这一猜测 与她在国家队中的表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袁新月在巴黎奥运会资格赛 和杭州亚运会上 都以主力身份出场 表现出色 那么 她在国家队中的精彩表现 与俱乐部缺席的现象之间 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呢 在过去的几轮比赛中 袁新月在俱乐部中的缺席 引发了球迷们的热议 有人猜测她 可能因为合同问题 而与俱乐部发生矛盾 但这一说法 并未得到官方证实 从球迷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对于这位出色球员的缺席 感到无比遗憾 也不禁开始担忧她 是否会因此错过整个赛季 毕竟袁新月曾是球队的绝对核心 她的存在为天津女排 注入了强大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 也有人猜测袁新月的缺席 可能与俱乐部和国家队之间的 沟通问题有关 作为一名国手 她频繁地在国家队和俱乐部之间穿梭 这种双重身份 可能导致沟通上的困扰 俱乐部和国家队的赛程冲突 训练计划不协调等问题 都有可能成为她无法兼顾的原因 而这种沟通问题 很可能成为 她在俱乐部缺席的背后原因之一